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Aaron 程健豪 近來環球的投資氣氛都是一般的 我想上半年你見到很多股票市場都沒有一個正回報 當然年初的時候就做了一個高位 但自從二月份開始的環球貿易戰主題之下 你見到整個投資市場都有點害怕 從最初開始覺得是玩泥沙 吹水 後來開始真的好像有點禮真 有點怕玩出火的一些味道 投資氣氛不好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投資者又不會清倉 可能他仍然拿著一手股票 但見著股市跌 當然心就不好受 很多時候我們會建議投資者 一定要做回所謂的一些對沖 對沖來說通常在股市一邊 就繼續拿著你的組合 另一方面也可能找其他避險的工具 去做回少許對沖 我們今集就講一下傳統上有什麼資產避險工具 但表現上雖然避險氣氛很濃厚 但其實表現也有差天共地的表現 所以可以略略講講 淺談一下 傳統金融工具上面 所謂避險資產 其實我想歸納有幾類 第一類就是美國債券 或者環球國家的債券 但當然美國的債券 通常我們讀經濟學 教科書就講是一個 所謂沒有風險的資產 即是一個risk free的資產 美國債息 跟債價自然是一個相反的關係 如果大家拍些錢進去未債的話 那債券的價格就會升 債券就會跌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第二類就是黃金 通常黃金也有一個避險的功能 通常亂世之下 我們會拿金保值去避險 第三類就是外幣之間 外幣之間有三種貨幣 傳統來說都是所謂的避險資產 第一類當然是美金 當我們說Cash is king 現金為王的時候 通常人們就說 我拿回美金了 這是因為全世界最主要 最流通量最高的貨幣 也有日元 在外幣之中 第二隻就叫日元 日元這個所謂避險資產 其實我覺得就有些 硬來的 一些無厘頭的 日本這個國家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的債務其實是很高的 如果用債務佔GDP的比例來計 其實比起歐珠國家 那些希臘 甚至愛爾蘭 意大利等等的國家 其實債務佔GDP比例更高 超過200% 即是基本上它是資不抵債的 但是為什麼日元 仍然是一個傳統的避險工具 我一會兒再說一下 第五隻的避險資產 也是外幣來的 就是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因為 就是一個中立國的角色 很多時候 那些人 哪個國家和哪個國家打仗 有個中立國 他又好像中間派來的 又不支持你又不支持他 總之你不要搞我了 我是中立國來的 變成資金就會拍到瑞士法郎上面 好 剛才說了外幣之中 但是為什麼 或者加上黃金加上債券 為什麼今年的所謂避險表現 有這麼大的分歧 不是一起避險一起升嗎 我想有幾個市場上發生的焦點 大家要留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其實去年已經炒 今年是沒有問題的 焦點 就是美國退市 或者美國縮表 美國縮表 其實由2017年去年尾去做的時候 其實開始 你看到他們說到 每一季縮表的力度 其實都會加大 即是說 將他之前一直做到QE 到期的一些資金 其實他不單止 不再重新去roll over 繼續去續期都好 反而就慢慢收回來 即是我們俗稱是收稅 而收稅的力度是越來越大 當然那堆資產 其中最大部分就是美債 所以當他不再投資美債的時候 當然美債息自然很明顯 就會向上的機會高 因為沒有人要債的話 自然就是債價會跌 債息會升 那這個是一個大的方向來的 而每一季的力度加強 自然大家就會擔心 那當然有美債息 是不是一定要不停升上去呢 其實就不是的 那最主要市場上面 找到一些另一個買家 肯接我的美債就可以了 即是我沽了100億的美債出去 原來市場上有其他人 買回200億的美債 當然債價就會上升 債息就會下跌 所以你要看到觀察到 其實2月開始到大概4月底左右 你見債息其實是一直不停向上升 例如說升到10年債息 可能升到3厘 可能3厘2 這些水平附近 很擔心再升上去 但是去到5月至6月開始 你見債息又再按下 去到2.9厘 甚至3厘以下 我想某程度上 就是貿易戰的擔心 令到大家有部份的錢 都仍然拍回到美債 因為始終是Risk Free 我們相信就相信 美國政府不會違約 所以當需求大了的時候 自然可能 我沽收水縮 100億也好 但我原來有 8、2億的需求買回的時候 自然那個債息就可以按下 控制在偏低的水平 不過我想要分長期和短期去看 如果你說短期可能因為貿易戰的擔心 拍下去 都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但是長線 既然聯儲局都告訴你 他現在不停在做縮表的動作 而每一季的力度會加大的時候 所以一旦一些風險消退了的時候 債息仍然會向上 所以如果在這五類的避險資產裏 債券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投資工具 即是說那個回報未必是最吸引的 第二類就是黃金 今年的金價自然就是 真是慘不忍倒去形容 因為金本身升得很好 去到大概一千 即是年初的時候 由一月份到四月份 其實一直都是高位 一千三百元 一千三百六十元 這六十元的波幅正在整固 但是當貿易戰不停炒上來的時候 其實金本身就反而有些意外地不停下跌 好像跟商品一樣 跟金、銀、銅、鐵石 或者甚至油價一樣 在那段時間反而向下試的機會比較大 當作一隻商品就多於一隻避險工具 好了 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想今年有第一個主題就是貿易戰 第二個主題就是加息週期 你看到聯儲局其實今年還是說 不停要加息經濟是多好 甚至2019年、2020年的加息都仍然是向上的 都未到一個息口見頂的階段 所以不驚不覺 其實現在美金已經做了這麼多主流貨幣裡面 最高息的貨幣 但是我想大家觀眾朋友都很清楚 我都經常聽到巴菲特其實是很憎恨黃金 很不喜歡黃金 他最不喜歡黃金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因為黃金是一個沒有利息收入 不懂產生利息的一隻投資工具 即是說買股票我可能會收到股息 但是我買黃金拿黃金是沒有息收的 好了 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當他們有比較的時候 拿美金原來的息口 原來有兩厘或者甚至更多的水平 但是當拿金的時候是沒有息收的 還要你預期那個息差不停確闊的時候 自然投資者就會計一計算 原來我拿美金可能拿半年 接下來的息口還會不停向上 但是拿金其實就反而 雖然除了避險 你可以說都是一隻避險工具 但是利息就沒有在 所以變了我想大家兩隻去比較之下 就離棄了黃金 好了 但是我個人看法對黃金 又不是那麼悲觀 因為黃金其實除了避險之外 也都有另一個功能 另一個功能就叫做抗通脹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油價 其實是升得不錯 最高今年升到73元左右 其實接下來的通脹 大家預期都會升溫的 如果預期通脹升溫的時候 有什麼做法呢 當然央行可能迫著要加息 而另一方面 通脹 現在看到每一個國家 其實人工都在升 香港都不在話下 當然不停在加上去 當如果大家看到通脹 不停升溫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回 原來拿金也有一些賣點 除了沒有息收之外 可以發揮到抗通脹這個功能 到時我想就是金價見底 而回升有機會 我初步估計大概1240 1250這些位置 其實這個也會在技術上的支持區 其實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所以短期大家避險 避了一些黃金 但如果中期看 我反而是有些看好黃金 這個就要之後再判斷 如果外幣來說 那三隻外幣 其實就是 美金當然是 一定是一枝獨秀 今年美金是 跑贏了其他外幣 大部分的外幣 其實都要下跌 在2018年 上半年是這樣的做法 一方面我們說了 美國加息 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 搞很多的 所謂美國優先的 辣了很多火頭 其實目的就是希望資金回流 回到美國 加上去減稅 即是上年說的減稅措施 所以對美金來說 都是一件有支持作用 不過當美金升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 我特別想提到 就是6月初的時候 聯儲局議息 和歐洲央行議息的一個星期 大概是6月十幾日那星期 你會見到其實美金升 並非因為美國加息 或者是聯儲局說下半年繼續加息 當時的美金沒有什麼反應 反而美金上升 就是因為星期四晚 歐洲央行說19年之前不加息 才刺激到美匯指數大升 即是說當歐元是弱的時候 才導致美金急升 所以如果你留意到這個觀察 你可以開始評價一下 原來握美金在這些水平的時候 息口只可以穩定美金 而不是再把美金推上去的一個因素 所以在這些直博率的角度看 現價可能握美金 都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避險來說 未必是這麼好的選擇 但相對 剛才說的美債 黃金 可能都仍然是可以考慮之一 即外幣 第四隻就是日元 剛才我說這隻日元更加無厘頭 為什麼無端端被人視為一隻避險工具 我個人認為避險工具的理據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當市場沒有避險的時候 即當市場Risk On的時候 一片好景的時候 大家就願意去賭 即願意去搏 即是說風險越大 回報越大 也有這樣的邏輯 所以大家當然 好像整個市貨很好 我們就會願意拿一些低息的貨幣 而去搏一些高息的回報資產 但相反 當風險高的時候 大家就不願意投資 即我們的風險位納 Risk Appetite 其實就會下降 大家就會開始 不如保守一點 我什麼都不投資 拿回現金就算了 所以剛才我說 所謂的現金 就是美金為主 另一方面 就是不投資的時候 寧願還說什麼利息 不去看利息 反而把之前做下的 買高息的東西 不如平倉 拍回去沒有息收的東西 或者低息的資產 即資金流向就會由高息的資產 流回到低息資產 好了 這裏我想就解釋得到 日元為何在風險那麼高 即是負債佔GDP比率那麼高之下 仍然成為一個資金避風港 最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都看死日本央行 其實未來五年 未來十年 你都不會加息 因為過去二十幾年 你都沒有息 都是零息 所以一旦每一次風險高的時候 大家的資金就會拍回到低息的貨幣裏面 變成日元就是其中一個最好的選擇 至於瑞隆 我想這段時間就反而靜下來 由2015年 瑞士央行和歐元 本來掛了歐 在1.2這個水平掛了歐 但是突然之間無色無色 他就說脫歐了 那一刻我想令到大家對瑞士法郎 已經失去了信心 我想最主要買貨幣 或者你投資這些貨幣 背後的政府背後的央行 的誠信其實很重要 當你突然出以反意 或明明掛歐 然後脫歐的時候 大家是好像 立即對這個人有點戒心 好像有少少男女關係 一次不中八次不用 你總是完全可以 粉筆字抹去 不是不行的 即是修補的裂行 要時間 但是現在 2015年到現在 這三年之間 我想大家對瑞士央行的信任 其實都還未回來 好了 所以剛才我們 輕輕介紹了五隻避險工具 今年來說 比較突出的 其實就是美金和日元 相反美債黃金和瑞朗 都相對地表現不算太好 我想經過這十幾分鐘的一個解釋 因為市場上發生的焦點 就包括貿易戰 包括美國的一個加息週期 我想就解釋得到 為什麼這五隻的避險工具 有一些那麼不同的表現 希望對大家 即是接下來 股市又好環球投資氣氛 當然我都主觀希望氣氛會轉好 但一旦如果是轉差的時候 希望大家懂得利用現在市場上的一些焦點 去簡選一些合適的避險工具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話 希望大家就留意下留言下面的一些分享會的資訊 或者告訴我們 你想有什麼問題 你想知道什麼題目 我都盡力去解答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拜拜